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在後面會使用到的一些討論工具 現在利用這一題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現在有1008已經幫你做直因素分解了 它是2的4次乘以3的平方乘以7 問你它所有的正因素會有幾個呢 其實這類的問題它會出現有一些原因 就是我們之前在那個集合的那個單元 我們不是討論了一個集合如果有三個元素 1 2 3對不對 說它有幾個集合 那它怎麼看呢 就是說有1或沒有1 有2或沒有2有3或沒有3 所以總共是2的3次 那其實像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它的正因素一定是用2 不知道幾個3不知道幾個7不知道幾個乘出來的 所以2這邊可以選0 1 2 3 4 5種選擇 3這邊可以選0 1 2 3種選擇 7這裡可以選0或1 2種選擇 好 那所以說有幾個呢 這一第一題的答案就會是 共5乘3乘2等於60 偶數10種 30種 偶數等呢 那既然要偶數 就代表2不能夠是0次 所以其實就是多了這個條件 那2是1到4嘛 所以就不能夠0次就好 那其他都無所謂 所以它變成是4乘3乘2 所以是24種 是4的倍數但不是3的倍數 有幾個 那這個4的倍數代表它2這裡不會是0次也不會是一次 一定要2次以上 3這裡呢 這個一定是一次以上7有沒有都可以 所以會是2、3、4是3個 這有兩個選擇 這有兩個選擇 所以是12 2 完全平方的話呢 完全平方數 你如果有某個因素 你就一定要有它一整個平方 就叫偶次啦 所以你的2呢 可以是0次的 2次的 或4次的 3可以是0次的 或2次的 7只能夠是0次的 這樣子的話它總共會有 3乘2乘1 6個 那其實這個比較複雜的就是接下來這兩個啦 第一個問你正因素總和是多少 那我給一個這個 思考的方式啊 我們可以先把7遮掉 我們先看這個 2的 這個0到4次和3的0到2次 那它就可以畫在一個二維的圖裡面 2的0次 1次 2次 3次 4次 3的0次 1次 2次 對不對 所以由2的0次到4次 3的0次到2次 產生這裡會有 就是 15個嘛 對不對 15個數字 那要把它們全部加起來 我們先看第一條橫的 它是用3的0次 來去乘上什麼呢 乘上2的0次 以及3的0次乘上2的1次 乘上2的2次 乘上2的3次 所以它這裡會是我們寫數字好了 就不寫次方 3的0次是1 乘上這個1加2 4 8 16 這個是3乘上1加2 4 8 16 這是 9乘上 8 16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把這15個全部加起來 你會發現你得到的就是 1乘3 1加3加9 乘上1加2 4 8 16 也就是說2由0次加到4次 3也由0次加到2次 然後各自加完成起來 可以嗎 那如果我們再把7的放進來看呢 所以如果有一個高度 那這個高會有兩乘 一乘是7的0次 乘上這一些 一乘是7的1次 乘上這一些 所以全部加起來 它等於是會再乘一個 1加7 這樣子的話到底是多少呢 那就要真的要算一下 這個是8 這是13 這個是31 可以嗎 把它撐起來就是答案 所以是3224 在這個看下一題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算式 那你仔細觀察一下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這裡如果不去把它算成數字 而是我什麼樣的 現場展開 你會得到的就是所有因素 就是你的所有因素 就是你的所有因素 是由1乘1乘1 1乘1乘2 1乘1乘4 或者是1乘3乘16 或者是7乘9乘2 這樣子去配對出來的 總共會有幾個 2個乘3個乘5個 30個 對不對 所以它是挺有道理的 那其實呢 我們這一題呢 也可以使用Sigma的 這個累加的符號 來去做計算 如果你 一般大部分 在學到排隊組合之前 都會學到Sigma 那你可以想一下 要怎麼做 其實不會很難理解 但是你們可能 在課程過程中 沒有被訓練到 我們可以用兩層的Sigma 來去表示它 我的每一格 都是2的I乘3的這一次 J是0 2從2的一次加到2的4次 然後J是1 2從2的一次加到2的4次 J是2 2從0次加到4次 對不對 所以 這樣子寫 就可以用來描述 我們要做的這個計算 那我自己在叫Sigma的時候 其實我會帶一點點 這個雙層的Sigma 去讓學生看一看 他會怎麼運作 那 主要是因為 我們在後面交到矩陣的時候 也會用到 那事實上 我們到大學 你叫我學那個 那個電腦程式啊 尤其是跟資料庫 或資料處理有關的話 其實都會使用到類似的概念 就是兩層的回圈 那我們來把它算一下 所以就是 對於I而言 這個J其實是常數 因為你J在外面決定是0之後 進來到裡面 I不論是0還是1還是2還是3還是4 這裡都是0 那如果你J決定好了是1 對於我這裡面I在變的時候 J就一直是1 所以這個3的J次呢 它是可以被視為常數 提出這個Sigma的 所以它會變成是 J從0到2 3的J次乘上 Sigma的I從0到4 然後2的I次 這樣子 那這樣它就變成一個等比幾數 那 這裡算完之後呢 其實這裡算出來的東西 對於J而言也會是一個常數 對不對 不管你J怎麼變 我這裡算完是多少就是多少 我們剛剛說31 它就31 所以事實上它又可以被變成兩個分開來 我們就直接去寫這樣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學Sigma的這個運算符號的時候 有提到說 就是Sigma 比如說K乘K加1 不能夠拆開來 K從1到N這樣子 不能夠拆開來變成兩個Sigma 說一個Sigma是K 一個Sigma是K 一個Sigma是K加1 這個不會是這樣子 這個不會是這樣子 那什麼樣子描寫的Sigma 才是分拆開來成的呢 就是這樣子 雙層Sigma的乘法 它就會分拆開來成 因為J對它而言是常數 它可以提出來 整個提出來 然後這個又對它是常數 那這就是我們剛才算的啊 就是從1加到16 這個是從1加到9 所以我們如果把7放進來看 那這一題它以Sigma來書寫 它就會變成有三層 IJK K等於0到1 J等於0到2 I等於0到4 2的I次 3的J次 7的K次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用洗個碼來書寫的話 那來看第六個小題 它要求所有的正因素G 那要怎麼做呢 其實這一題呢 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我們在國中學這個 你要去找一個數字的所有因素 背數的時候 我都說 我最建議的做法 比如說我們假如要求這個120的所有因素 那不是一個一個列 而是從120 等於1乘120 2乘60 3乘40 4乘30 為什麼我會建議這樣做呢 它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你一次就會取得兩個因素 第二個呢 你算到下一個 如果你的數字很大 你一般來說去除以一個十位數 幾十 除以幾十的 你會越除越難除對不對 可是用我們這種方式寫字 越算越好算 因為我假如想要說它除6是多少的話 那6是3乘2 所以它的另一半是40 除以20 就是說你數字越大 我反而可以借用前面的數字來算 會越算越好算 那比如說沒有7有沒有8呢 如果有8這個乘以2 8這個乘以2 15 那有沒有9呢 這個乘以3 9 這個乘以3 不能整組 沒有對不對 10乘以12 那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怎麼樣 當你發現走到快要對調就可以停 為什麼 因為我們走到快要對調 再下去就是平方根 平方根 一個數字 它不會有兩個因素 都比它的平方根大 這個根號120是不到11 是10點多 所以它不會有兩個數字都比 兩個因素都比10點多大 為什麼 因為這樣乘起來就超過120 所以你如果數到這裡 快要對調就可以停了 這邊剩下沒有找 你說你沒有去試試看這個24 你沒有去試試看這個37 什麼的 都不用試 因為這邊數完了就停了 那如果當時有這樣練習的話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所以一個數字它的因素出來 是乘對出現的 那在這一題呢 既然我們有30個因素 代表怎麼樣 我們的1008呢 它可以變成1乘1008 放心我們要全部寫 一直往下寫 總共會有怎麼樣 30 錯了 15組 對不對 這15組每一組乘起來都是1008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1008的15次 所以題目特別說不用承開 那這是這一題 好那我們再兩課上到這裡 我們看見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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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